大家好,我是小音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懒人早餐的做法 鲜虾暖嫩,营养又美味 做法还特别的简单 首先准备一个西葫芦,去头去尾 再用擦湿器擦成细丝 再准备半个去皮洗干净的胡萝卜 也擦成细丝 擦好之后加入一小勺食盐 然后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放一旁腌制5分钟 腌出水分 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 打入3个鸡蛋 再加入一勺白醋去腥 再加少许盐增加底味 然后用筷子把鸡蛋搅散 搅拌均匀,先放一旁备用 然后开火把锅烧热 锅中加入少许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打好的鸡蛋液倒进来 然后用筷子快速搅拌 把它炒成鸡蛋水 像这样粒粒分明就可以了 炒好之后把它装入盘中 先放一盘备用 这时候 这时候我们的新葫芦和胡萝卜 也已经腌好了 看一下,已经腌出了很多水分 然后用手用力把水分挤干 我们尽量把它挤得干一点 挤好之后把它放到菜板上 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装入大碗中 再把炒好的鸡蛋碎加进来 然后加入适量的胡椒粉 少许鸡精 再加一把虾皮 补盖又能提鲜 再加少许香油增香 然后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 先放一盘备用 接下来准备2块钱的饺子皮 然后取5-6张叠在一起 表面上撒点高面粉 然后取出擀面杖 把它擀得薄一点 擀至饺子皮变薄变大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一片一片把它分开 然后放上我们调好的馅料 从一头把它卷起来 再把两边用手轻轻按压一下 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啦 全部做好之后放到蒸锅里面 中间要留有缝隙 不要黏在一起 然后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之后 转中火蒸8分钟 时间带我们打开看看 哇 晶莹剔透的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这样做出来的蔬菜卷 非常的适合老人和孩子吃 装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 一道非常简单又好吃的蔬菜卷 就做好啦 这样做出来的菜卷 特别的鲜嫩又美味 连不爱吃蔬菜的孩子都抢着吃 蒸出来的外皮吃起来非常的有嚼劲 里面的馅料也非常的鲜美 如果你也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 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